好 为环保尽心力的还有这么一对环保祖孙 孙子张静今年只有三岁 他好喜欢跟着阿嬷到慈祭环保站来做分类 善的力量潜移默化 现在小小年纪回到家 还会跟爸爸妈妈说 要疼惜生命赶快吃素 我放那边 白天等于是女儿上班女婿上班 全部都是我的我在待 他们也放心 他姐姐也是这边长大的 姐姐从小是像他这样 姐姐也是两岁多就开始带他来了 而且他这个磁场他喜欢 在这边我们接受到都是善知识 而且师父师父都很有爱心 我感觉到从小 笔子把他打得很好 小朋友就不会歪掉 不会偏差 有时候真的说我不想出来 他还一直叫阿嬷出来做环保 做环保快点啦 因为有人在祈祷啊 因为有人都在祈祷 太慢了对不对 会不好意思 我们十点都准时嘛 上祈祷的 你喜欢这边师父师父吗 喜欢啊 为什么 就他们喜欢我 所以我也喜欢他们 人家跟他叫他怎么做 他就会做什么 我说弟弟你这个他 他都什么他都会去帮一下忙 他就叫他带着 他就带着 有时候玩的好玩 他就停下来玩一玩 大家都认识他 有的小朋友 有的师兄师姐不认识 我是认识他 你先脱掉 给拿着外套 我要吃一下 好 吃菜 他现在会跟爸爸妈妈说 不要买鱼了 不要买肉了 要吃树了 因为吃都会通透 还有吃鱼也会通透 所以要吃树 对 那爸爸妈妈有答应吗 有啊 他在这边学到 我们大人讲什么 而且大一台在看 他有心逃到了 一张一张的 对 哇 好棒哦 师兄感恩你了 我两张都是啊 菩萨道上 有点感觉很好的东西 我也是要希望 我会怕孙子可以留下 就是像爱的传家宝一样 这边 无量寡 吃现在全 得大吃 被通杀吃花 好棒 现在很多都是 小朋友来度父母亲的 这还反而快 我最大 还是最后的心 也就是希望说 我四个女友 女性都能够进慈祭 是这样的 就没有遗憾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